大家好,欢迎收看 happypettech.com 这个节目 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兼happypettech的小老板 阿宝 来,掌声鼓励一下 在这个happypettech.com 这个节目呢 我是想要与大家分享 以及讨论 各种各样的 宠物最新的资讯 还有动态 有好笑啦 温馨啦 感人啦 无聊的啦 什么都有啦 好啦,废话不多说 第一集 想要跟大家来探讨的呢 就是有关我们的 狗的 license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人呢 出门一定要有 license 然后驾车呢 要有 driving license 如果是狗的话 一定要有狗 license 不然的话 政府的司法人员 其实他们有权利 添吧 添吧 你家的狗 其实我们就是 不要让这种 新的事情发生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申请一下 这个dog license 可是想申请咧 所以今天 我就要带大家 去申请dog license 去申请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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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申请咖啡 和声 来到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古来的 global pass 所以我们要进去问一下 这个 Jim哥他的疫苗的记录啦 走 接近了 接近了 安定懂一下 我那个要SERP的里面 这样子的话,等一下我只是需要拿这个SERP 然后,还有那个MISTU的Fly IC 还有那个GINGER的刀片 拿去那个SERP GINGER再分析 你这里是SERP GINGER在哪里啊 MISTU的MISTU那边 KU啦 我去找一些 哦,还要有MISTU的照片 不是,它的3IC还有狗的照片 哦,是狗的照片,不是主人的照片 我们要去两个星期内要去申请 如果不过两个星期,不过就会SERP 哦,就会SERP GINGER 这样子的话,就是主人IC还有宠物的照片啊 对 照片小张,那么一点啊 哦,可以拍摄 就是看到不懂就可以了 哦,OK,好 好,这样我去问一下 谢谢你啊 走,谢谢你啊 所以刚才她那边工作的人就跟我们讲 是去这个JAPATAN LATSEN 你看那个7号LATSEN 我们跟着那个路牌走就对了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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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到手机 手机的手机 哦 手机的手机 所以我把手机的手机 我把手机的手机 可以 那是 然后接着手机 你会看到手机 你说一下 你把手机的手机 你把手机的手机 然后接着手机 我把手机的手机 在五周五 你却可以看到手机 他放手机 然后四周五 有拍拖吗 手机的手机 你称一下 背拖 看这的手机 看这的手机 哦, memang ini saya sahajalah 哦, semua samalah 哦, semua samalah 哦, semua samalah 哦, ok, boleh-boleh 我, Poki, prepare ini dulu 哦, ok,谢谢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性能量 dan saya lihat dan ini sijiu dengan gambar, betul? berapa lah kalau apa lain? RM20 setiap tahun, RM20 setiap tahun, RM20 setiap tahun, bawa RM10 我肯定是一年吗? 我肯定是一年吗? 我肯定是一年 真的多数年 如果有多少人的话 他们就 handful 好,好,有点多数年 所以我们很有效率 今天等一下就可以拿到这个Tag了 所以大家记得不是 它不是看你从几时开始申请 它是以每一年来计算 像2013年就要申请一顿新的 2014年就要申请一顿新的 所以现在是9月 所以我们只是有效3个月 可是不管怎样还是要申请的 OK 刚才申请了 过来就给我一张这个红色的纸哦 所以只要还一个20块钱 就可以了 这一张是李希特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Tag 本来 这个 等一下回去我就带在金哥的身上看一下 好的 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我们的Tag License 其实我本身觉得 它的这个旁边的脚有一点力 可能会割伤你的这个宠物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可以使用 我们最细的砂质 这种砂质 OK 可以在它的旁边的这个边角这边 摸 摸一下 其实把这个狗牌呢 你就需要把它放在一个COLER 大家所看到这个COLER 就是我们HAPPY PET TECH有售卖的 HYBRID COLER TECH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COLER上面 都还有着 HAPPY PET TECH的名字 电话 至于这个材质的话呢 其实它叫做 PARA COD 就是一个军事用的绳子 它号称是地球上最强的绳子 真的吗 可以承受高达250公斤的重量 看看有多强 其实这也是一种跳伞用的绳子 可以看看 非常的漂亮 把这个DOT RICEN 可以挂在这个COLER上面 然后 这样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看金哥带了狗牌后的样子 太大的一点 如果政府部门有兴趣的话 你们其实也可以跟HAPPY PET TECH 订购小一点的狗牌 比较适合小狗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为止啦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介绍 希望第二集 又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谢谢大家收看 HAPPY PET TECH.COM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大家喜欢 HAPPY PET TECH.COM 这个节目的话 可以在这边 Subscribe Subscribe我们的节目